贝佐斯有朝一日人列将在太空出生来地球度假 凤凰网科技讯北京时间11月13日消息 贝佐斯本周三出席了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2021年 伊格纳修斯论坛的一场对话 考虑了太空蓝色起源的计划 以及太空探索与拯救地球之间的关系 他在采访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对太空殖民地的想法 几个世界后许多人将在太空出生 这里将是他们的第一个家 贝佐斯称他们会在这些殖民地出生 在这些殖民地生活 然后他们会像你们去黄石国家公园那样访问地球 贝佐斯首次提出建立太空殖民地的想法 可以追溯到他在高中毕业典礼上的告别演说 他在周三称 和设法在另外一个星球上重启生命相抵 他认为太空殖民地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更多一手新闻 欢迎下载凤凰新闻客户端 订阅凤凰网科技 想看深度报道 请微信搜索凤凰网科技